以赛亚书第38章 那时西西迦病得要死 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西西迦就转脸朝墙 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西西迦就痛哭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 你去告诉西西迦说 耶和华 你主大位的神如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必加征你15年的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 和这层脱离亚树王的手 也要保护这层 我耶和华 必成就我所说的 我先给你一个兆头 就是叫亚哈斯的日轨 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 于是前进的日影 果然在日轨上往后退了十度 犹大王西西迦患病 已经痊愈 就作诗说 我说 正在我中年之日 必进入阴间的门 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 我说 我必不得见耶和华 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 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 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 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 我将性命卷起 像织布的卷布一样 耶和华 必将我从鸡头剪断 从早到晚 他要使我完结 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 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 从早到晚 他要使我完结 我像燕子泥南 像白鹤鸣叫 又像白鹤哀鸣 我阴阳观 眼睛困倦 耶和华啊 我受欺压 求你为我作宝 我可说什么呢 他应许我的 也给我成就了 我因心里的苦楚 在一生的年日 必悄悄而行 主啊 人的存活 乃在乎此 我灵存活 也全在此 所以 求你使我痊愈 仍然存活 看啊 我受大苦 本未使我得平安 你因爱我的灵魂 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 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 扔在你的背后 原来 阴间不能称谢你 死亡不能送养你 下坑的人 不能盼望你的诚实 只有活人 活人必称谢你 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 为父的 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 耶和华肯救我 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 在耶和华殿中 用诗弦的乐器 唱我的诗歌 以赛亚说 当取一块五花果饼来 贴在窗上 完毕全域 西西加问说 我能上耶和华的殿 有什么兆头呢 以赛亚书第39章 那时巴比伦王 巴拉旦的儿子 米罗达巴拉旦 听见西西加病而痊愈 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西西加喜欢见使者 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 银子 香料 贵重的膏油 和那五库的一切军器 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全国之内 西西加没有一样 不给他们看的 于是 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加王 问他说 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西西加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以赛亚说 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 西西加说 管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 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西西加说 你要听换君之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 都要被辱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 其中 其中必有被辱去 在巴比伦王官里当太监的 西西加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因为在我的年日中 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 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 他真正的日子已满了 他的罪孽赦免了 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缸都要血平 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 齐齐区区的必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有人声说 你喊叫吧 有一个说 我喊叫什么呢 说凡有血气的 竟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貂残 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旗上 百姓诚然是草 草必枯干 花必貂残 唯有我们神的话 必永远立定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 你要登高山 报好信息给耶路山人的啊 你要极力扬身 扬身不要惧怕 对犹大的诚意说 看啊 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 必向大能者领导 他的绑壁 必为他掌权 他的赏识在他那里 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绑壁聚集羊羔抱在怀中 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 谁曾用手心量珠水 用手虎口量苍天 用深斗 成大地的尘土 用秤秤山林 用天平 刚宁呢 谁曾测舵 耶和华的心 或做他的模式指教他呢 他与谁商议 谁教导他 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 又将知识教训他 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看啊 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 又算如天平上的围城 他举起重海岛 好像极为之物 黎巴嫩的树林 不够当柴烧 其中的走兽 也不够做繁祭 万民在他面前 好像虚无 被他看为不极虚无 乃为虚空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 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 偶像是匠人铸造 银匠用金包裹 为他铸造银链 穷乏献不起这样贡物的 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 为自己寻找巧匠 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 你们岂不曾知道吗 你们岂不曾听见吗 从起初 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 自从立地的根基 你们岂没有明白吗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 好像蝗虫 他铺仓穷仓如曼子 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他使君王归于虚无 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他们是钢材栽上 钢材种上 根也钢材扎在地里 他一吹在旗上 便都枯干 旋风将他们吹去 像睡街一样 那圣者说 你们将谁比我 叫他与我相等呢 你们向上举目 看谁创造这万象 按树木领出 他一一称其名 因他的全能 又因他的大能大力 连一个都不缺 雅各啊 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啊 你为何言 我的冤屈 神并不查问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勇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极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 无法测舵 疲乏的 他是能力 软弱的 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 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 也必全然跌倒 但他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 行走 却不疲乏 诗篇第八十四篇 万君之耶和华啊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粤语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向永生神呼吁 万君之耶和华 我的王 我的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 燕子为自己找着抱厨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 便为有福 他们仍要赞美你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 这人便为有福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并有秋雨之福 盖满了全谷 他们行走 立丧加厉 各人到西安朝见神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留心听 神啊 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垂顾观看你受高者的面 在你的愿雨 住一日 甚至在别处 住千日 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 耶和华神是日头 是盾牌 要示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 倚靠你的人 便为有福 我 好